好了,大家記不記得自己今晚來到這裡 天下圍攻立法會的目的是甚麼 皇上,想不去提醒大家 撤回帝寶寶 我們七一那天已經說過 這個惡法,違憲,反常識 反我們極深價值 我們一直都說這個方案要馬上撤回 他現在假裝退讓,搞假諮詢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他這樣玩弄民意 玩弄民靜,是嗎? 是 我們要無條件撤回惡法 無條件撤回惡法 還有 林公公引咎下台 無條件撤回惡法 無條件撤回惡法 林公公引咎下台 林公公引咎下台 無條件撤回惡法 無條件撤回惡法 林公公引咎下台 林公公引咎下台 這個政府完全當我們是傻的 以為搞這樣的小花樣,小把戲 就可以玩弄到我們 但是,我們不會讓他們玩弄到 而在這個議會裏面 我們有很多議員 他是根據民意的授權 去代表我們發聲 他們是應該去帶領民情 告訴大家 分析這個社會形勢 我們應該怎樣去反應 但是有一些政客 他看風洗淚 以為可以在一些群眾運動 稍為得到一些成果之後 就撈取勝利 但是今天我們很高興 有一些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朋友 來到支持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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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見吧 政府在這個議會中掃狗叫 可以繼續去做這些事 議會的淪落是更加可悲 我希望我們不會發展到市民 都免得採你一種放棄的態度 哀莫大於心死 那就真是最可悲 我不認為是任何支持選民的權利的人 都應該繼續在這個草案審議委員會上 是同處方同流合意 我呼籲所有民主派的議員 跟我一起離場抗議 我們有請人民的好朋友 公民黨的五海議員 陳家洛 梁家傑議員 余洋偉議員 大家有請 五海議員 你會不會借這個機會向梁美芬解釋 什麼叫同流合污 我想我對同流合污的認識 是遠比某些議員低的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想多謝大家 當日我發言的時候 我是很擔心市民已經到了心死的地步 所以我就說哀莫大於心死 但是22萬人上街證明我們心未死 所以我再一次呼籲大家 反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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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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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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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惡犯犯 大家好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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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吴海怡一直在条例草案委员会的时候 天天开会就天天猛烧 她天天回来猛烧就骂我的 她说为什么你不肯 为什么你不发恶 通常都是如果吴海怡发恶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是有大事发生 所以要去跟其他民主派一起讲 就要呼吁大家是要离场抗议 希望换起公众的关注 估不到就是我们一次的离场抗议 也都可以引到今天大家 来这个立法会包围立法会 事实上是表达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关注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不是静坐示威 或者包围立法会的 因为政府很看人数的 所以未来的咨询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想着假咨询就不理他 记得每人很多很多很多信 去给所有支持这个恶法的议员 呼吁他一定要是无条件撤回恶法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梁家杰议员 各位反恶法的朋友大家好 好 今晚就使我想起2003年的7月9号 当时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七一大游行之后 在当然田北俊 说了自由党不支持董建华之后 也是将原来一个说要包围立法会的一个烛光晚会 是变成一个大家再一次是结集起来 再次是肯定怎么去反恶法的一个集会 其实今晚同样的 2003年和现在相距虽然是8年 但是证明政府是完全没有从经验中学习的 它去剥夺人民权利的那些伎俩 其实是越来越赤裸的 所以希望今晚我们在这里集会的朋友 可以将这个彻底要他收回恶法的这个要求 是扩散出去 希望多些香港人明白 其实在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公投法的时候 当面对一个横蠻的政府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保损的权利 在非常的时候 还回一个大家被咨询的权利给香港人 大家认为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次再次重申我们 要求政府必须签回恶法 签回恶法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多谢各位 多谢大家 多谢世伦解决议员 余药美议员 陈解乐和Margaret 要继续和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继续反恶法 多谢大家 谢谢每一次最热烈的掌声 公民党的四位朋友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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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